走路去机场的路上 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机场 准备胜利大逃亡了 由于政府的风控 不少逃离海南的民众和被迫滞留的旅客 只能步行或骑单车去机场 如同早期人们逃离上海时的场景在线 匆匆的三亚 去机场 去脚踏车去的 好惨啊 一个人都没有 目前海南当局正在兴建第五个方舱医院 还有不少酒店和学校被改成了集中隔离点 不分昼夜将人拉走隔离 但真正出现发烧症状 需要照护的病患却得不到应有的救助 倒在路边 说的它是那个什么感冒的 那个方舱只受轻度跟那个无症状 去方舱四点多去的 完了六点钟给送回来 现在就躺在这个防控卡点 据中共官方数据 单日新增病例最多的 仍是海南西藏和新疆 而一列从西藏开往北京的Z22列车疫情 确诊病例攀升到35例 涉及7个省市 由于中共长期的极端疫情管控 鱼虾蟹也逃不过做核酸的命运 但疫情还在持续 各地的封控反复不断 核酸检测更是家常便饭 只知道刚挂上电话没多久 6点45分 房东打电话过来 说小区封闭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这个小区已经被封控了 在神圳这里动不动就被封 明明夏日之中还要去排队排这么久 由于受不了当局的严厉管控 在北京朝阳区出现了反抗标语 有民众在核酸亭涂鸦 写下不自由污蔽死 还有8个核酸亭被分别喷上红字 刚好连称一句话 三年了 我已麻木了 新唐人记者雨婷 综合报道